上周一正式启动QE政策时 欧洲央行长德拉吉表示 我们所有的货币政策都已部署 委员会原则上都结果满意 欧元汇率未来变动如何 今天与我联系的嘉宾是克雷格·阿拉姆 克雷格 在欧央行例行会议前夕 欧元汇率触及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您对欧元英镑的汇率走势有何预测 我认为在未来的一个月里 欧元还会继续下跌 我们已经看到有大波的抛售出现 这主要是由于欧洲央行的政策影响 根据欧洲央行的预测 到2017年末 也就是三年的时间 通胀率水平还是无法达到2%的目标水平 这导致很多人关注 这说明原计划在明年9月份结束的量化宽松政策 很可能无法带来想要的效果 而且欧央行原则上 确认了这样的预测 基于一切都按照欧央行的计划 却让他们自己承认 即使三年之后也无法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 这是相当罕见的 这着实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这说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 我已经无法肯定 他们的工作是否是有效的 英国最近一次央行会议 并未带来意外 很多人认为目前是政治因素 而非经济数据主导着英镑汇率 您预测三个月之后 欧元英镑的汇率水平将回到0.74水平 请介绍一下 我认为该货币对汇率将会略有上涨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我认为一个月之后 该货币对汇率会达到0.7150 也就是说短期内 欧元对英镑将会下跌 但三个月之后 由于一系列额外因素 可能会对英镑汇率带来压力 这是即将举行的英国选举 带来的不确定性 此外还有英国 在欧盟组织内低位的模糊性 我们知道保守党已经提出 如果他们掌权的话 会举行退出欧盟的公投 当前来看 他们赢取选举的机会不大 可能他们是将公投 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无法获得多数选票 那么工党同样也不会获得多数 这意味着我们将会再次看到 一个联合政府 之前已经有过联合政府 但其组成可能会带来一些困难 要知道 我们完全无法预测 谁会入主联合政府 在未来六个月 充满了选举相关的不确定性 谁也不知道 退出欧盟的公投是否会在英国发生 这无疑给英镑汇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所以以中期来看 我们将会看到欧元对英镑汇率的修正 过去两年里 该货币对汇率大幅下挫 在我看来 开始有所加剧 特别是在过去的数月 所以我们预计 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汇率修正 而英国选举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选举期间 我预期该货币对汇率会达到0.74至0.75 这正是会在过去的几个月抛售后出现的汇率回调 你预测一年之后 该货币对汇率会达到0.65 哪些经济因素会造成这样的预测呢 0.65似乎是一个很激进的预测 但实际上 这只比我们当前预测的低上10% 我们不要忘记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政策差异 欧洲央行近日正式启动大规模的QE政策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是否会有效地帮助欧元区摆脱通缩的困扰 但目前很显然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能否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 至于英国央行 多数的市场参与者预测 该行明年会加息 然而鉴于最新央行官员的发言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低通胀率和可能出现的通缩 可能对其经济来说 还是一件积极的事情 要知道 低通胀率意味着汽油 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低廉 而这正是人们每天都购买的商品 因此如果我们在英国看到通缩的迹象 这事实上对经济还是积极的 因为人们将有更多的余钱去消费 众所周知 英国人喜欢消费 无疑会促进居民消费支出 也就是促进商业发展 相应的工资水平也会增加 失业率会降低 在此之后 通胀率本身也开始自然增长 可能会快于我们的预期 我认为英国利率上调会发生在今年晚些时候 考虑到央行货币政策的极度差异 该货币的汇率降低10% 并非是痴心妄想 克雷格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节目和独家访谈 敬请关注杜高斯北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